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做后面之处的处理 所以来讲的话 大盘你也不要看得太空 也不要看得太多 基本上来讲只要谨慎的小心的操作 基本上股票不会很困难 美股走私来讲话 其实来讲它真的是属于尬空行情 尬空尬到现在其实来讲 还没有任何的败向 请你不要太看空它 也不要看得非常非常好 只能说我们必须谨慎的慢慢的知道说 它如果持续创高的话 去美股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势的 很久没讲到台积界 台积界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积界来讲的话 前国关里的193块钱 它在那边做一个头顾以后 越电越低 表示说它有一个空头式的走势 不过基本上来讲 在一个半年线的支撑之下 打到这个底部的话稍微注意一下 今明两天就是台积界的一个重要的参考价 只要说它这个半年线能够锁住的话 它或许还有一个相形性的大的相形区域的震荡 未来只要能够外资法人 在过完年的时候 他们回来的时候 如果能够靠台积界的未来的冲刺 它或许还有冲高的机会 所以基本上来讲台积界来这边来讲 相形性的区域震荡 相顶在这附近 相顶在附近 所以基本上来讲 177块到188块左右 这台积界的 这时候的最好的操作方式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基本上来讲 在半年线的一个支撑之下 台积界来讲的话 它管理上这种拉回是没有错 大盘也跟着拉回 我曾跟大家讲过 大盘拉回 不会跟美股做同步的一个动作 因为美股现在在嘎空 台湾会走自己的路 所以我跟大家分析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它下列完以后 在一个半年线支撑 其实来讲它未来 只要这个箱顶能够好好守住的话 台股起码还没有破底的危机 那如果没有破底危机的话 它支撑完以后 它照理说 它应该就有反弹了 所以说 但是它要反弹没有错 你必须要知道说 你必须要设在这个箱顶为 你的停止点 如果不小心它跌破的时候 你必须要非常知道说 你的方向性可能短时间看错了 这是一个操作的基本哲学 在第六三八 顺利来讲话 其实顺利主线者忘记即将来提 这次来讲话 我第一根跟大家分享过了 在这个 呃 持一百七十几块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 它持续的创高 其实没有任何的原因 它就是会长而已 长得比较慢 而且跟大家来分享过了 它只是一个低档的一个 比较股票 慢慢的往上去做上涨动作 所以 会上涨股票的投资朋友 不用太害怕 它本来就是会涨了 把它看成非常自然 它会涨不让你赚钱而已 就从你的股市里面 把前提出来而已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只要慢慢的能够去涨的话 其实从一百七十几块 一块两百块左右来讲话 也非常容易 大概只有四天左右时间而已 所以 听我节目 我就跟大家讲 非常非常清楚 它在一个有杂体做 杂体完成以后 它后来就会有上涨波 这就是一个股票的一个 基本定义而已 其实也没有什么 因为股票很多定义来讲话 只要你搞了清楚 它的方向跟未来 其实来讲 做股票不难 难的是你 听得多消息面 你不知所以来的话 其实你操作会有一个难度在 八十一一的福针 它是做植物性蛋白的饮料 基本上啊 这只股票如果把它放到长线来看的话 它真的一个非常打底的一个形态 这不用看也知道 它非常非常的底部 但是来讲话 昨天那支长红棒 关键性就是主力那个长红棒 出现了2600多张以上的成交量 这长红棒非常非常重要 未来主力如果想要攻坚的话 它想要攻坚的话 这个长红棒的低点不可以被跌破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守在这个低点以上 它只要缝拉回的话 它就是你最好的买点 那我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已经有点像出一个 铁树开花往上喷了 喷的股票 我跟大家讲的非常非常清楚 只要你每天收看我的节目 其实来讲的话 我跟大家的分开 公开的分析 八十一一幅增 它就属于一个往上飘的股票 但是也是要仅设你的停损点 也就是说这个长红棒的低点 在31块以上 这个低点 千万不要被跌破 它就有机会做一个喷出的动作 我讲的非常明白了 而且没有任何的隐瞒 八十一的幅增 所以在一个低档型的股票 如果把它缩小来看的话 你一定会觉得说 它不是涨很多的股票 它真的跌得非常非常深 盘了一个大底部 从大概2015年的大概中旬 盘到现在 那发动什么时候要发动呢 所以它既然有讯号 我跟大家来分享 其实来讲非常自然 操作只是一个艺术而已 没有什么任何的一个想法 那操作完以后 这个红K棒的低点 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它既然有办法 在这两根K棒里面 做一个长红的大量 表示说 这是有心的人是在进场的 第二波主力要攻的时候 这个红棒非常非常重要 看它有没有守住 它的长红的低点 它才有机会往上去做攻 然后才有铁树开花的一个美丽的果实去 给投资朋友分享 所以来讲的话 投资你也不用看了太多东西 它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艺术的操作而已 接下来一个空头型的股票 5201的凯威做软体的 基本上讲 这个是属于高档结束 以后做两个投资 直接往下去做杀的动作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空头型的股票 所以基本上 听我节目 我多跟空 要跟大家来介绍 我总不能一直抱多方股票 也不能一直没有抱空方股票 给大家做参考 其实来讲 自从跌破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的文章 可能有跟大家介绍这一支 凯威软体的 然后其实是做一个下跌的趋势 基本上来讲 它怎么上去 都会大概怎么下来 所以看到这种股票 你只能够反弹去空它 也就是说 你知道它已经变成空头走势了 因此它反弹完以后 再空它 它就会下跌的空间 而且如果你持有多单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有任何像话 它还会有过高的机会 基本上来讲 逢高就反弹逃命吧 这是股票维新 2377的维新做电竞笔电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说 很多人在讨论这种 它未来趋势会好 可是未来趋势会好的话 股票应该表现给我们看 这是我强调的重点 很多支在电视表现得如何如何好 你的股价请表演给我看 比如说它必须要持续的创高 可是当它涨到90.9的时候 忽然这边就嘎然而止 就没有再过高了 我就会怀疑说 你是不是在出货 这是对一个股票的基本怀疑 你是不是在出货 等你发现它是不是在出货的时候 其实在下跌的时候 其实来讲 跌过紧线的时候 出现的大量 其实这个来讲 跳空缺口 基本上不太可能再被回复了 也就是它成为一个空头走势以后 我之前跟大家来分享的 在这个箱形的区间震荡以后 它跌破了 它就会往下去做一个下跌的动作 其实投资在讲话 你只要能心存的 我跟你讲的方法 你注意好好去听 其实不难 那在上涨的过程中 这波已经涨完了 涨完了以后做两个头 就直接往下去做杀 这种型的股票 连反弹千万千万不要去抢 为什么 因为你抢了一天 你可能赚到钱 第二天它就开低 往下去做杀的动作 这样子你抢的话 其实不要跟趋势作对 当一个股票成型的时候 它趋势往下走的时候 你千万千万不要去抢多单 你抢了一个多单 你认为你自己很聪明 但是隔天又开低 你又被迫要停顺 所以当一个趋势是对的时候 其实你买多方 你都会很容易赚到钱 注意看一下 我先跟大家分享过的 买多方 只要一道红K棒在多头的时候 随便买随便赚 当你是一个空方的时候 你会注意说 你的绿色办会比较多 你随便买随便怎么pay 以上就是我分析报告 谢谢大家收看